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算是相關科系畢業的 我是文化大傳系畢業的 所以當初我在學校學的 就是類似像新聞節目的製作這一塊 到後來退伍 我是去大愛當助理編輯 這樣開始 一開始就是等於相關科系 然後到我相關的行業 所以一路上這樣走過來 然後是到大概是2001年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台視開始在做 所謂的節目式的 就是每個禮拜的節目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才去到台視 然後那時候台視有所謂的運動中心 然後開始製作運動週報這個節目 然後那時候再開始接觸到運動這個行業 應該說如果以一個記者來講的話 體育記者是一個很特殊的 採訪的東西很特殊 因為我可能是我自己 然後我從以前到現在 其實不要說出國 我覺得說我採訪不管是上山下海 然後我所可以遇到看過的東西 可能比很多記者都還要多 但那個都不見得 不是說看過吃過多豪華的東西 或跟多有名的人 舉例來說好了 我為了要拍攝運動節目 我可能有到西巴丹 馬來西亞的西巴丹 那時候是所謂的潛水天堂 下潛量28公尺吧 我在海底看過比我大隻的 比我人還大隻的死板魚 然後我也看過蘇魚群 我就圍繞在蘇魚群裡面 所以應該說這個工作讓我看了很多 或是經歷很多 很多人沒有經歷過的事情 在12年倫敦奧運那一年 我們那時候還沒有買所謂的筆電 我們那時候的做法是用工業型電腦 就是自己組了一個類似工業型電腦 那個重大概就20公斤吧 所以我們2012年倫敦奧運的時候 那時候是先把這些工業電腦 在半年前做做海運運到倫敦去 對 然後我記得13年的時候才買 技嘉的2542在台北店 但是那時候也還沒有拿來做剪輯的工作 對 然後14年那時候等於就是真的 因為業界的人其他的業界的同事朋友 他們都說Final Card很好用 我之前當然也有用過 可是他相對的問題就是可能他的相容性能 就是他只相容他自己 對我們這種在外面採訪工作來講其實是很麻煩 可是那時候想得到最好的解決方法就是用助理它 對公司來講成本也會先降 因為那時候並沒有時間讓我去測這個東西 然後大家也都說這個很好用很簡單 你只剪個幾次就像什麼 可是對我們來講我沒有時間壓力 我今天拍完我有一定的時間點 我就要把新聞除出來 所以對我那時候來講真的是很痛苦 2016年的時候我們開始就想要採用4K攝影機 去拍所謂的4K的選手的畫面 那我記得2016年那時候 我們也花了快100萬 投資在所謂的剪接器材上 我們也是用MAC系統 可是後來發現真的也不太行 然後你看這樣過了兩年 2018年 當2018年來然後 我們又開始考慮說2020年東京奧運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用4K來拍攝選手畫面的時候 那時候就開始在坊間搜尋到底有什麼樣的器材 不管是攝影機 然後筆電或是相關的剪輯設備 那時候就開始在搜尋 那基本上當初為什麼會選這台 是因為我上一台使用的筆電就是機甲的 也因為這個關係 那一台是13年買的 然後一直陪我陪到現在 我覺得它讓我很信任這台筆電 因為它其實看起來 如果以我們新聞在外面採訪 然後剪接的話 其實我看過很多人都是用所謂的電競筆電 那當然外表很帥 但是相對它很大很重 對我來講 可能對他們來講 他們覺得說這沒辦法避免 可是對我來講 因為我有用過前一代的機甲的筆電 所以我覺得外型啊 不是我考慮的重點 主要還是它的效能 那也因為是這樣子 然後所以在現在要挑選 可以剪的東西 可以影片的時候 我第一個我就會考慮到它 那當然我也有跟機甲借筆電來測試過 然後因為我們現在用的 有兩種版本 一個是Premier 一個是ADIUS 這兩種剪接軟體我都有試過 所以我覺得說它跑起來是不會有問題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它的面板也是4K面板 那因為我拍攝的就是4K的畫面 我希望我看到的東西跟我拍的東西不要差太多 那它用Pendo調色 原廠的調色 所以相對就是我在剪我拍的東西 我會很清楚的很精準的看到說 這顏色到底有沒有跑掉 是不是我當初拍的那樣子 而不是我用Pi 4K的東西 結果它後來降成HD的螢幕來看的話 那就會失去我原本的拍攝的影片的品質 對 像我之前用的HD 已經現在至少我在不管我拍攝完回來 又把畫面灌到機器裡面 時間上就已經減少了 對因為我們通常這些畫面灌到機器裡面 然後再降到軟體裡面 這都需要時間 對 那它的處理器的效能越高的話 當然這時間就會節省 然後時間對我們這種跑新聞的 雖然是晚上10點 但是應該說對記者來講 時效性也是很重要 那至少這台電腦 現在的速度 它現在的速度 可以讓我可以節省多了很多時間 然後另外就是我 關到電腦裡面以後 那個軟體也需要再Render一次 對 那效能越高 那代表它Render的時間也是會越短 那相對我在作業的時間就會鎖短一點 這也是幫助我和他的地方 最近這幾年來我們開始拍4K 對 我印象中我用舊的筆電 我光要把4K 它的記憶卡是128G 我光要把一片128G灌到電腦裡面去 可能就要大概也是要一個小時 那麼久 對 然後 現在我用這台灌 我記得二三十分鐘就可以灌完一片 128G的話 就像我之前有講到 我希望我拍的東西跟我看到的東西是一樣 那 基本上用以前的筆電 我光4K器材放進去 它跑都已經是那個 它沒有辦法很順暢的跑 更不要講說 到底說你拍的東西的顏色有沒有實證 那這台螢幕 不只是它是4K 它有透過Pentone的調適過 所以至少 讓我會覺得說 我用這麼好的機器拍 我希望我撿出來 我眼睛看到的東西 也是相對應的 那我這樣才能覺得說 那觀眾看到的東西跟我拍的東西是一樣的 我上一代的時候 其實它就有一個SD的插槽了 那這一代它還是有保持 那對我們來講 像攝影機 因為現在很多種攝影機 它吃的 它的儲存的 儲存的 卡是不一樣 像Sony有Sony的卡 然後相機有相機SD卡 那對我們來講 我們出去外面都希望 已經希望把設備減少到最少 然後最少它有一個SD槽 已經是內建了 那對 那對我來講 我就不用再去多帶一個Dukagi 其實我原本有考慮要買17吋的那一台 更大一台 因為其實 我第一眼看下去 它跟我說這是15.6 我說怎麼可能 這明明就14吋 可是因為它做窄編 所以它的螢幕真的跟我們一樣 我現在在用的那一台15.6一樣大 但是這是我沒有想到 我本來以為它只是14吋 所以我覺得 這也是讓我經驗的一個地方